新北市淡水區實力圖書館淡水分館前面 有一座路橋連接淡水馬街街的兩端 但淡水區長吳宗隆表示 由於這一座路橋使用將近40年的時間 橋體結構已經出現了老化損壞 雖然有多次的修補作業 但經過去年檢測之後 應該要儘速重建 而日前拆除當天 區長帶領著公所及工程人員進行祭拜儀式 祈求拆除及重建的工程順利 那原則上凌晨1點開始會做拆除 所以在9月18號的1點到3點之間 又有拆除完成 那相關的工程會在明年的1月底來做完工 那這邊也呼籲我們這邊上學跟居住的民眾 那出入的這個以前都是用 馬街路橋來做出入的民眾 那可以走替代路線 區長表示9月17號半夜封路進行拆除作業 由於這座馬街路橋連接多田龍旗故居到淡水老街 不僅是許多觀光客的步行路線 臨近淡江中學 真理大學 淡水國中以及文化國小 更是這四所學校的學生通勤重要路橋 而未來行人得從真理街或者是馬街街繞行 到對面的圖書館或者是老街 畫面中拆除作業在半夜經過三到四個小時完成 而在拆除作業完成之後就會進行重建工程 這一段時間也通知里長及鄰近學校要繞到行走 而未來重建後的新路橋 除了會有全新的外觀之外 在圖書館的這一側會設置圓形景觀台 樓梯也會比較好走 預計在明年一月底前就可以完工 希望在重建之後 不僅是可以保障行人的使用安全 更可以讓這一座路橋更加美觀 記者許多安逸在訪報道 如何求 invece 平衡力 重建